1976年的冬天 我刚过半岁 那时家里很穷 有时连水都买不起 我出生的那个城市是个东北小城 当时自来水很少 普通人家只有喝井水 一分钱两桶 可就是一分钱 每到月底 我家也拿不出来 我爸只能去外边收血回来化 那天凌晨 我爸提着水烧 东北人应该知道 铁制的水桶 找了个周围没人的地方 收了一桶雪回来 放在炉子上画 画着画着 就露出了一块红布 我爸拿出来一看 还挺心 就说回头洗一洗 可以做抹布 随手放到了一边 然后自己就去上班了 那天晚上 我爸回来很晚 家里又没电 我妈就点了根蜡烛 准备给我喂奶 刚要抱起我 我就熬得一声哭开了 我妈从来没听我发出过那样的声音 所以当时她也觉得头皮发炸 她以为是有什么东西咬我了 就一把抱起我 四下里看 可炕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当她准备把我脸凑向她的时候 她一下子就傻了 因为她看到我脸上有三个红红的手指印 就像被扇了嘴巴一样 还起了磷子 当时她就吓哭了 我爸回来的时候 她还在抱着我哭 她跟我爸一说 我爸说 是不是你自己打着孩子了 行了 我回来了 没事了 我妈喂完我后 就半惊半下地躺下了 半夜的时候我妈起夜就想着可能来电了 去拉灯声 拉了半天没拉到 平时一抬手就能摸到 即便是睡得迷迷糊糊 也能在摸索几下后拉到 这次没拉到 她就把手停在那个平时习惯的位置上 这时候 她就感觉灯声好像脾气一样抽了过来 啪的打在了她手上 她哑的一声 我爸醒了 问她怎么了 她说了刚才发生的 我爸说 你呀 就是月子没做好 身体虚 自己吓唬自己 第二天我妈就病倒了 本来她身体就不太好 经过这么一折腾 完全没了精神 我爸那天没上班 把那块红布洗了一下 就开始擦屋子 擦完就把洗干净的湿麻布 铺在炕头上烘干 到了晚上 吃完饭 她去了隔壁邻居家聊天 正聊着 就听到了我家这边我的哭声 和我妈的喊叫声 她马上往家跑 隔壁邻居也跟着过来了 一进门 她一下子就傻了 她看到我趴在窗台边上 我妈倒在地上 我的下巴全是血 我妈眼睛直直的 除了喊 什么都不会了 我爸大声问她 你干啥呢 她也没反应 我爸抽了她一个耳光 她才有了反应 就边哭边说 说孩子被一团红光裹起来 要带走 她过去抢 被一下推到了地上 她就大叫 然后孩子就飞到了窗台那 直接磕了下来 那时候的人皮是 也没去医院 也或许是家里实在没钱 只上了点邻居拿过来的云南白药 然后我爸就开始审我妈 你说 你咋整的 你把孩子咋弄的 我妈就哭着说 真的 孩子真飞起来了 这不闹点啥 我不住了 我要带儿子回我妈家 过了几天 我爸好说歹说 把我和我妈从我姥姥家接了回来 第一天什么事都没有 第二天晚上又停电 我爸半夜上厕所 回来的时候 又听到家里喊叫声一片 他跑进去一看 他整个人也傻了 用他的话说 就是一团红光围着我 在灯绳上打鞦韆的 我爸把我抢过来 直接冲出了屋子 跑到隔壁老旭家敲门 说家里有点事 让帮着看一下我 人家一看 这大半夜的来 肯定有大事 就问咋的了 我爸就说了句 家里可能闹鬼 那家的徐大爷就跟过来了 这时候 我妈整个就瘫在哪了 香蕉都没声了 徐大爷说 你把她赴我家去 今天你们到我家住吧 天还没亮 徐大爷就带着我爸 去了南市郊 找了个兴趣的女人 我爸就把事情的原委一讲 他二话没说 拎起个大布兜子 就跟着我爸他们去了我家 徐大娘到了我家后 往地上撒了很多 白灰一样的东西 然后就拿出一把木头剑 砍我家的炕盐 那时候 东北的土炕边上 都有一块木头 边砍边说 说你从哪来的 到哪去呀 之类的话 后来说着说着 就开骂了 没一会他出来了 拿了一瓶 深黄色的酒 让我爸和徐大爷 一人喊一大口 说 等会我在里边 砍炕盐的时候 你们俩就进去 四处喷就行 说完他就回到屋子里去了 没一会 砍炕盐的声音 就传了出来 我爸和徐大爷 俩人就冲进去 四处喷嘴里的酒 随后 徐大娘又烧了几张黄纸 然后问我爸 说你是不是 捡到了衣服啥的了 我爸说 没有啊 他马上说 不可能 你再想想 我爸一下想起来 那块红麻布 就说是块布 不是衣服 就掀起入紫 把那块 已经烘干的麻布 拿了出来 徐大娘就说 别给我 拿到厨房烧了 我爸烧完后 他拿出一枚 满是黄袖的铜钱 拴在了我家的灯上 喝了点水 就走了 后来 我爸买了很多东西 去卸他 问他怎么回事 他就说 你捡的那块布 是个年轻女人的衣服 刚死 坟就给人扒了 衣服也被扯碎了 有怨气 就找上你家了 而且你家孩子是个红兔 他就偏要抱着 气一气你们 孩子的下巴磕到 他不是故意的 就是看你老婆喊得厉害 想吓一下他 没想到把孩子磕了 没过多久 我爸调动工作 就把那房子卖了 地址就在车辆厂 大门正对面 上面这件事 虽然我是亲身经历的 但是没有记忆 而接下来的这件事 是我长大后的亲身经历 而且所有细节都一清二楚 许大娘的丈夫跟我们家是本家 也幸送 所以跟我爸后来 处得非常好 就大哥兄弟的 这么认了个干亲 每年寒暑假 我都去他们家玩 他们家在郊区 相当于农村 到处都是农田 我夏天喜欢跟着他儿子榔头 去投瓜投包米 冬天就喜欢齐梅安子的马 有时候扎的裤裆血淋淋的 也还是乐于此事 而且那时候 几乎比我大的动物 我都齐了个遍 我上五年级那年的冬天 马上快过年了 我还泡在他们家 享受骑马骑驴 骑猪骑狗的乐趣 我爸来接我 我说不回去 我要在宋大爷家过年 去大娘也说 你们两口子一块过来吧 热闹 咱这什么都有 把你家兄弟都叫过来 我爸就说 行 那就在你们家过个三十 初一我们就回去拜年 说完回去接了我妈 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一个农村新年 要说这农村过年 真是有气氛 大院子里到处都是红灯笼 墙上挂满了各种风干的年火食品 扎成辫子的大蒜 红旗一样舒展的辣椒 将近人高的冻鱼 白净透亮的猪肉绊子 他们家也来了几个亲戚 其中有两个男孩 一个大典 估计有十六七岁 看上去傻傻的 但说起话来 可一点都不傻 嘴那叫一个田 啥你长得真好看 叔 你今天咋那么帅呢 这些肉麻的话 我到近年才在电视上看到 让我自己说 打死我都说不出口 如果谁家孩子跟我说 估计我也会给压得一巴掌 孙子 你大爷长什么模样 大爷心里有数 别他妈在这跟我臭拼 这次的事就发生在这倒霉孩子的身上 分开这么多年了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做什么 在这里 我就不提他的真名了 就叫他傻球吧 这还真是他的外号 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 东北农村的大院子 都是那种豁开了 可以跑马射箭的存在 宋大爷家的院门永远敞开着 走个几十米 左手边就是养生处的地方 斜对面是厨房 中间是一口井 井的上边一架露露 一个大木桶椅在露炉边上 桶里放着一块暗黑的大石头 厨房的右手是正方 正方的墙上和窗户上 挂满了过年的吃食 三十一大早 娘们就开始忙活起来 匹柴的匹柴 洗菜的洗菜 厨房里冒出浓浓的蒸汽 下午三点多 菜已做妥 一盘一盘地端进屋里 男人一桌 女人和小孩一桌 留下一些备好的食料放在厨房 以防菜不够了继续加菜 东北吃年饭的时间很长 从天亮一直吃到月亮高挂 我们几个孩子早早吃完了 宋大义的儿子就领着我们出去放鞭炮 一人五个二踢脚 五十个小鞭 自己拿着香点着放 放完就只能看着别人在那过瘾 傻求贼性 他不放自己的 一会说帮这个放 一会说帮那个放 等大家都放完了 他就开始慢悠悠地拿出自己的 享受着那啪啪的脆响 我们几个不干了 就追着他 要他也拿出来给我们放 他就跑 跑出院子就没影了 我们也没再追 就都回了屋子 男人们的酒是干涸不醉 菜下的野块 到了十一点多的时候 有的菜已经见底了 宋大爷就吩咐许大娘去 再整几个菜 许大娘已经上抗摆起了扑克 他的弟媳就自告奋勇 说他去做 一转身就出去了 出去不到一分钟 就满脸沙白地回来了 说不好了 姐呀 快出去看看吧 傻求疯了 许大娘头都没抬 就说了一句 我现在都记得她这句话 她说 阳气亏了 谁说扑克不准 说完她就下地了 男人们或许有点喝多了 没人搭茶 继续胡吹海喝着 我妈拉着我 跟着许大娘走了出去 远远看见 傻求在厨房昏暗的灯光下 正在胡乱地往嘴里添东西 我们走到她身前 她突然变了一副模样 看了看我们 因为她平时看上去傻傻的 眼神也特目 可这回完全变了一个人 眼神特别犀利 而且满眼的不屑 许大娘说 你别在这吃 要吃进屋吃 傻求回了一声滚 由于她的嘴被塞满了 声音从鼻子里发出 所以听上去有点尖利 许大娘说 你跟我嘚瑟是不是 你不知道我干啥的吧 你去打听打听 这边谁不知道我 我让你永远成孤魂野鬼 你信不信 我们小孩一听 全傻了 什么和什么呀 就鬼神的 我妈有点知道了 就拉着我往屋里走 我回头看傻求的时候 傻求不再往嘴里添东西 而是使劲把嘴里的东西咽了下去 然后我就听到一声刺耳的声音 我去你妈的 那绝对不是傻求的声音 我和我妈进了屋子 我妈说了外面的事 傻求她爸披了衣服就出来了 几个男人也都跟了出来 没意会 傻求就被这五六个男人嫁进来了 当时的场面我完全傻了 你想 她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 那几个男人可都是青壮严 而且都是那种干体利活的人 竟然只能勉强地制住她 而且她嘴里全是脏话 特恶心难听的那种 声音也完全不是她的声音 像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只不过带了些沙哑 但音量可是不小 没意会 徐大娘捂着脑袋 拿着她的大布兜子进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 傻求拿水瓢 轮她脑袋上了 出了很多血 徐大娘说 我叫你做妖 看我怎么收拾你 就从布兜里拿出一把木剑 然后喝了一大口白酒 捣过了一堆我听不懂的话 最后一句特别清楚 她喊了一嗓子 请某某祖师上身 没意会 她也好像变了人 变了一副男生 说 把她放开 我看看 她有什么道行 几个男人刚一松手 傻求就跟脚底下安了火箭推进器一般弹了起来 三蹿两跳 就撞开了窗户 曲大娘转回身追了出去 我们也跟在曲大娘身后 生怕傻求杀个回马枪 只见傻求一边窜 一边抓着一捆辣椒 往嘴里塞 跑到牲畜棚子 被马和驴一通踢 一般人估计早人时不行了 她跟什么事都没有一样 又窜了出来 就窜到了水井跟前 一个反身翻腾就下去了 正月的东北 零下近三十度 水井里的冰虽然经常倒 但也很快又会结上一层 就听东的一声 然后是扑通的水声 傻求算是完成了她的全部动作 她骂急了 就喊 儿子 你快上来呀 她爸也拿了个大杆子过来 刚要走近 傻求又窜上来了 满身的水 脸上竟然带着笑 在月光的映尘下 现在想想 只能用猙獰来形容 接着就从破烂的窗户 又窜回到屋子里 我当时就在想 幸好跟着曲大娘 这要是和我妈躲在屋子里 还不得被她吓死 几个男人拿块破毡子 把烂窗户堵上了 我们跟着曲大娘 又回了屋子 傻求抓着各种剩菜 就往嘴里放 连嚼都不嚼 直接咽下 曲大娘拿着木剑 罩着她脑袋就是一下 她嘴里的菜脱了一地 然后骂了几句脏话 就又继续抓东西吃 曲大娘拿出一个纸包 里边装的都是红面 用木剑沾了点 就往她头上扎 傻求妈就跑了过来 喊 不行啊 要出人命的 宋大爷把她拉到了一边 跟她说 你没看你家傻求中邪了吗 木剑扎在傻求脑门上 她哑哑地叫 但手里的动作一直没停 还是不断地把撒在桌子上的菜 往嘴里塞 曲大娘折腾了半天 看傻求什么事都没有 就一下瘫倒了 声音很弱地说 送某某祖师 紧接着又说 你们还是把她摁住吧 这回几个男人根本上不去钱了 傻求一推谁 谁就一个跟头 一起过去 她就一起给掀出去 曲大娘说话了 就说你要傻我们都给 你把孩子放了 傻求也不说话 还是吃 桌子上的吃完了 就吃地上的 我骂他们几个女的 加上我们几个孩子都吓傻了 曲大娘跟宋大爷说 你把他们送隔壁老沈家去 然后又偷偷给了宋大爷一个眼色 宋大爷就说走 我们几个男的在这 你们女人孩子去隔壁待会儿 我们在这跟他老 说着就推着我们去隔壁院子 到了那家 他就跟狼头说 你快点去你老家 让你老把你三舅爷叫来 就说家里出大事了 狼头骑个破自行车就去了 接下来那边发生的事 就都是后来听我爸说的了 那个初一真是记忆深刻 不仅没回事理 给叔叔大爷们拜年 而且还在陌生人的家里 窝了整整一个上午 这家和宋大爷家的院墙上 站满了看热闹的人 好像过年看大戏一样 快开中午饭的时候 我爸和宋大爷他们过来了 宋大爷说留我们吃饭 我爸说要回去给哥哥们拜年 就骑车驮着我和我妈回了市里 一路上我爸就讲 说他们几个男的 拿着棒子砖头围着傻球 傻球就跟眼前没人一样 做那捡地上的菜和饭 往嘴里塞 都吃完了就自己翻 翻出来一个大萝卜 擦都不擦的在那啃 啃完了再找 最后没吃的了 就把宋大爷家的一张狗皮褥子 往嘴里塞 我爸说看的人都发毛 他骂他爸边哭边劝 但是根本没用 天亮的时候 许大娘的三舅跟着榔头来了 一进屋就拿了一块发黑的冻肉 扔给了傻球 随后叫我爸他们出去待会 把窗户和门守住 然后开始跟他聊天 具体聊的啥 我爸说迷迷糊糊的 没听清楚 反正一会儿升高 一会儿升低的 一直到了快中午了 屋子里也大亮了 许大娘的三舅就突然过去 用双手扣住傻球的腋下 然后赶快进来人 他们几个就冲进去了 这时候傻球像条温顺的狗 嘴也不吃了 全身都快瘫了 许大娘的三舅就说 你闹也闹了 吃也吃了 人家的年都没过好 孩子被你折腾成这样 差不多得了 傻球呢 就在那哭 用我爸的话说 就是完全不是人的声音 边哭边唠鼓说 我也想过年 我也想过年 僵持了半天 许大娘他三舅让宋大爷去把尿筒拿来 扣在了傻球的脑袋上 又让许大娘去找点来是用过的布 就让许大娘拿那东西抽傻球 边抽边说咒语一类的话 后来抽着抽着 傻球就开始吐 嘴都吐破了 一支堂血 再后来就安静了 初五的时候 宋大爷和许大娘带着狼头来我家吃饭 听他们在饭桌上讲了讲 大概意思就是 狼头半夜乱跑 冲了一个游荡的饿死鬼 还是个女的 应该死了很多年了 再加上看到许大娘会点啥 就想好好折腾一下 许大娘没碰过这样的 就制不住他 可没想到许大娘的三舅厉害 来了几下就把他收拾了 其实也不是收拾 就是给赶跑了 许大娘的三舅后来我见过 一个小老头 走路有点跛脚 说话也不太利索 有点大舌头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 却把那个我见过的最强悍的事给摆平了 真是人不可貌相 其实娶大娘那天摆扑克的时候 就算出家里要出事 而且也准备好了 但没想到出这么大的事 并且他还支不住 他会用扑克算命算事 而且他说特别准 但他三舅很不屑他的摆扑克 傻求后来住院了 后来我再去送大爷家的时候 再也没见过他 听说他现在倒当二手车呢 我真担心 哪天那位跟他再去前缘 压得再把车给吃了 下边这个故事 发生在我爸身上 现在我爸一提到这时 就脸色发白 我也就不敢再问 那年夏天 我上初中一年级 正是喜欢骑自行车的年级 我爸给我在二手市场买了一辆破车 把我给爱的 就连现在的四个轮子的 都没那么擦过 擦完就出去跟人家赛 动不动还弄点高难度动作 例如我喜欢把车把抬起来 只有后轮折地的旗 但那车不经这么折腾 有一天他就报复了一下我 车把被拉下来了 我整个人飞了出去 脚后跟得骨头磕石头上 脚跟碎了 肉都翻开了 很是壮观 直接就被送医院养着去了 养了有一个月 就可以下底了 回家的时候 那辆车子已经被我爸修好了 骄傲地立在那里 好像跟我示威一样 由于暑假就要结束了 就央求我爸带我去 送大爷家住几天 我爸就骑着我那破车 拖着我去了他们家 他们自然是要喝酒 而去大娘依然不上桌 自顾自地摆着扑克 喝完酒 我爸就叮嘱了我几句 听大爷大娘的话 别乱跑 就道别走了 临出门的时候 许大娘扔下摆了一半的扑克 对我爸说 你今天气色不好 回去多注意 我爸就笑了笑说 嫂子放心 我不怕鬼 就怕人 我爸走了有十来分钟 许大娘又说了那句话 扬起亏了 谁说扑克不准 然后喊狼头 说你快点去追你叔 你叔有女鬼跟着 快点 我一听 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要知道 我这辈子最爱的人就是我爸 我点着脚就跑出来了 说哥 我跟你一块去 狼头估计也害怕 就求去大娘说 让我跟着他 去大娘说 去吧 但你可快点起 狼头拖着我 飞一样地往我们家的方向奔 到了家 我一瘸一拐地跑进去 问我妈 我爸回来没 我妈说没有啊 我也没跟他说 娶大娘说的话 出来跟狼头又往回返 路上还是没看到他 回到曲大娘家 已经快晚上十二点了 宋大爷说没事 没准又去哪喝酒去了 睡觉吧 曲大娘说肯定准 你放心 这样我再算一下 就又拿出来一副骨头牌 然后说 你俩再回去找 肯定准 肯定有个女鬼跟着他 我当时带着哭腔就喊 大娘 你救救我爸呀 救救我爸呀 曲大娘就把宋大爷拉起来了 就说你骑车子 在咱这周围找 我去趟他家 狼头你俩去火葬场那边找找 说到这 我要说一下地理位置 这个城市的最东边是火葬场 也是这城市唯一的火葬场 火葬场周围没有人家 都是菜地和坟地 宋大爷家的位置在中间 从他家到火葬场 要路过一片没有路灯 而且路边都是百岁的大树 即便有月光 都伸手难见五指的烈士陵园 自行车完全不可能行走 狼头推着车子 我坐在车的后座上 拿着微弱灯光的手电筒 借着一点点的光亮 摸索着向火葬场的方向走 边走边喊爸爸 现在想想 当时要是哪个小儿子的男性灵体嘴欠地回上一句哀 估计我现在也长眠在那里呢 走了足有半个多钟头 走出了那片阴森的地带 路上开始有了灯光 不过那年代很远才有一盏路灯 所以车子骑得还是很慢 我俩傻傻地到火葬场大门 那站了半天 我二臂一样地喊了无数声爸爸 就往回走 回到宋大爷家 已经半夜两三点钟了 他们两口子低着头坐在那 好像吵过架 我问他们怎么样 许大娘说 没回你家 宋大爷说 周围没有 我当时就哭了 我就想完了 我爸没了 我这辈子活着也没意思了 看我哭得那样 许大娘说 孩子你睡吧 我让你哥再出去找找 就问狼头说 坟地那你看了吗 狼头说 那都是地和坟 哪能有人呢 许大娘就臭骂了他几句 说再去找 狼头一百个不情愿 我就说哥 我陪你去 再去找找吧 我俩又走了一遍那条阴森的路 走着走着 天就开始蒙蒙亮了 他骑上了车子 我们就奔了离火葬场不远的那片坟地 我喊得快没力气了 可还是拼命地发出嘶哑的声音 如果换作现在 让我去那片坟地 有多少人陪着 给多少钱都不去 看着那些新坟 那是一个圣人 纸人纸马簇拥着满是白纸的竹帆 好像立刻要活过来 跟你搭讪一样 满地的纸钱 偶尔飘起来一两片 扑到你的身上 全身马上汇起一层鸡皮疙瘩 我俩快走到头的时候 远远地看到一辆自行车架在一座新坟前 坟两边排满了指人 个头都不小 我浑身一阵机灵 打了个冷战 走到跟前一看 就是我那辆自行车 我当时一下子就崩溃了 完了 我爸被鬼抓走了 人就坐地上起不来了 狼头走过去 就听他喊 叔叔 你没事吧 知道我是谁不 然后就传来了我爸的声音 哎呀 狼头 你咋在这儿呢 我在哪儿呢 我爸算找到了 人也没事 就是在坟地睡了一觉 照凉了 在家躺了两天就好了 一次他和宋大爷喝酒提起过这事 说就觉得自己是回家了 走的路都是回家的路 到家还看到我妈 也没多说话 就上岗睡觉了 可醒了才知道 是在坟圈子里吓得够呛 后来我问过去大娘 说那女鬼 她是怎么看出来的 她说是她算的 而且她说 其实也没事的 应该不是别人 是你审 就想折腾一下你爸 这个事前 我的亲审 就是我爸的亲弟弟的老婆 得癌症死了 死后就把这个家族给闹得翻了天 由于我叔太爱他这个老婆了 就没让娶大娘出面 家里的女人给闹了个遍 最后竟然找上了我爸 说到我叔 在我们那个小城市几乎无人不知 不过她的名声却是恶名 她曾经是个黑社会流氓 中等个子 长相俊秀 但脾气非常暴躁 出手狠辣 许多亡命之徒都在她这败下阵来 记得我上小学那几年 就经常有许多流氓 到我们家门前叫敌骂阵 她的老婆自然也不是个稳当人 长相自不比说 性格却异常泼辣 除了做任何事不能吃亏以外 还想尽办法占人家的便宜 是个占不到便宜当吃亏的主 叔和沈的孩子渐渐长大了 他们的性格也渐渐收敛 而随着小城年轻一代黑社会流氓的崛起 叔也开始做起了正行 沈也回到了原来工作的茅房厂 厂地领导为了树立微信 就安排他去商业班 每天下午三点上班 晚上十二点下班 干了一段时间 他好像也挺适应这样的作息 叔也就没去找厂长的麻烦 忘记说了 我们一个大家族最后都搬到了一块住 虽然不住在一个院子 但不是隔壁就是对门 那是一个厂矿的家属区 过去是一片乱坟岗 基础设施还不太齐 到了晚上没有路灯 但由于都是新规划好的 没有四搭乱箭 走习惯了 也就不会在意有灯没灯了 这天审下夜班 快到家门前的时候 身后一个男人的声音叫住了他说 你看我是谁 他一回头 当时三魂出脚 原来他背后是一个全身雪白 没有脑袋的人 他压得一声就跌进了院子 我叔反应快 一听到声音不对 就穿着裤衩追了出来 可四周却什么也没看见 只见我沈人都已经筛了糠 就问怎么了 我沈哪还能说出来话 我叔就把他扶了进去 第二天一早 我叔就不音不扬地 到了各个哥哥家书之事 由于以前沈跟周里之间 曾经闹过别扭 包括跟我妈 所以叔可能就怀疑 是自己家人吓唬他 其实他的怀疑也有道理 因为那条路根本无折无挡 如果穿着白衣服 在那是无法躲过人的视线的 如果说逃跑的话 除非是豹子羚羊一类的短跑高手 能瞬间从那条路上 逃出我叔的视野 经过这么一下 我沈就病倒了 休起了病假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好像也就忘了这么一码事 说要回娘家去看看 他娘家在农村也是个很好玩的地方 我打小就喜欢农村一望无边的黑土地 和满眼的翠绿与金黄 就说让他带我一起去 就这样 他带着他儿子和我就回了他娘家 沈带着堂弟和我 坐公共汽车到了城市边缘 剩下的路就需要两条腿了 尘土飞扬的路尽头 穿来锣鼓和唢呐的声音 走到我们进前才看清是有人家在出病 一辆大卡车慢慢地行进着 后边的人有打翻的 有哭丧的 有吹唢呐的 有打锣鼓的 车上的人说着什么的同时 仰手抛洒着黄纸钱 纸钱在半空中就呼啦啦地飘散开来 私下里铺满了黄土路 就在车尾部与我们三人一起的时候 车上的人又用力地向我们的对面方向 撒了一叠纸钱 可这叠纸钱并没有像刚才一样完全散开 而是城仆山壮朝着我们扑了过来 啪的一声 一点没遭见 都胡在了我沈的身上 他二话没说就开骂了 车上的人连说了几声对不起后 就继续抛洒手中的纸钱了 沈看人家都不理他 就没再纠缠 到了他娘家 他就委屈地跟他妈说了进来发生的事 并把刚才的事说了一下 他妈说是个邻居去世了 就去了厨房做饭 沈在炕上坐了一会儿 就说肚子疼腰疼 疼得坐不住也躺不住 就这样 我们去大队给叔的单位打了个电话 叔和朋友傍晚就开了辆车 把我们接走了 几天后 听妈爸说起 沈要去哈尔滨看病 家里看不出来 一个多月过去后 沈和叔回来了 憔悴得已经不成样子 叔跟哥哥们说 我沈可能得了临拜 得住院了 从此 爸妈每天也都是一脸的阴郁 两个多月后的一个晚上 全家族的人都去了附属二医院 我也被从被窝里揪了起来 到了病房 房里站满了人 沈睡在人群中间 嗓子里发出呕呕的声音 大爷说 不行了 穿衣服吧 书点了点头 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走了进来 说了句从此改变我志向的话 别都围着 留条路 把门打开 别撞上 在他没说这话以前 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很是羡慕 干净利索 说话斩钉截铁 让人仰望 我当初的志向 就是长大做个医生 他这话一说完 我彻底改变了看法 原来医生跟娶大娘那么像 也是神叨叨的 医生跟我叔儿语了几句 叔走过来 让我骑把的自行车 去找娶大娘 要知道 当时已经是半夜十一点多 医院里也没什么人了 重症病房和门诊大楼连接的走廊漆黑一片 我硬着头皮接下了任务 走在走廊里 感觉任何物体都像个人形 没办法 都答应了 必须走下去 从医院去 娶大娘家的路上 有很多数 到现在 我都认为 那些书后都藏着人 每个人都在用眼睛盯着我 一点不夸张 我都能记得那些人的面孔 可是时事 那个时间 人们早早就已经回到家里睡觉了 这或许是自己下自己 下出来的景象吧 进了娶大娘家 简单一说 他就带了大布兜子 跟我去了医院 到了那 神已经咽气 白布蒙在了脸上 我和几个孩子被撵了出去 病房里边的事就都不知道了 不过 可以想象 应该是娶大娘给做了法事 半个多小时后 人被推向了太平间 在太平间门口 堂弟在娶大娘的指导下 做着各种程序上的动作 其中好像有静眼 静鼻 静耳 静嘴 我们都离得远远的 只有叔和堂弟在娶大娘旁边 用棉花做着各种擦拭的动作 最后把鞋脱了 擦了擦脚 算是告一阶段 所有人回到家 东方已经露白 在娶大娘的指导下 商量了出殡的日子 叔给娶大娘塞了些钱 娶大娘临走 把我爸叫到一边 说了几句话 后来爸说 娶大娘讲 你弟妹年轻 不愿意走 认为自己是横子 你告诉你弟弟 偷气把家里地上铺上石灰 炉子里填满鸡粪 能看到他脚印 不是人形的 要不然他会以为自己没死 会闹得凶 沈两天后的一早就出殡了 当时是九月末 东北的早晚已经要穿夹克了 有些上了年纪的人 连棉袄都捂上了 沈躺在铁棺材里 全身盖了几张黄纸 他的兄弟姐妹围在周围 边哭边要揭开黄纸 看太平间的老人马上阻止 说别接 先让他男人一个人过来 你们都去那边待着 话音还未落 沈的姐姐就把黄纸接了开来 随着黄纸的揭开 只听刚刚还安静的人群中 集体地发出屋的一声长音 有喜欢看足球的朋友 或许能听过那种声音 就像某个毕竞球打高了 观众发出的那种声音 伴随着这种声音 就倒下了两个女人 一个是沈的妹妹 一个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 后来说都是心脏病发作 当我凑上钱的时候 有人已经将黄纸重新盖了上去 风吹动黄纸 头的部分被掀起了一脚 我毛腰一看 下意识地嗷的一声 因为我看到他的一只眼睛是张开的 并瞪着我 后来知道 死人的眼睛如同现在的电视电影 都是散射的 你站在任何位置 都能感觉他在注视着你 经过我书的处理 黄纸从沈的身上被除去了 人们战战兢兢地又围了过去 那天晚上 我大娘就不敢回家了 说吃完饭回来 就在衣柜里看到了沈 当时就下滩了 她女儿说她也在 但她没看到 大娘说什么都不回家了 而且不敢闭眼睛 一闭眼睛就能看到我沈 就让我爸帮着娶大娘 给她叫下魂 娶大娘跟我爸说 应该没事 是自己下自己 没这么快回来 头七那天晚上 我去了书家 送我妈做好的菜给她 书正往院子和屋子里 撒白石灰 屋里点了两根辣 茶几上放着沈的半身香 向前放着几种水果 隔壁的一个阿姨 给搓来了一搓子的鸡粉 我没怎么待 就转身走了 第二天天没亮 书就骂骂咧咧地 进了我们家院子 得病我伺候着 死了我发送着 你还想怎么的呀 出来吓唬我 四哥 你把你家宝剑借我 我从被窝里爬了起来 跟着爸和书 去了他们那院 已推开门 屋子里就一股鸡石味 进了里屋 堂地愣愣地 蜷缩在炕的一角 地上全被白石灰覆盖了 书在身后说 四哥 你过来看 我也跟着走了出去 厨房的墙角 全是鸡爪子一样的找印 但又没有鸡爪子 分得那么开 一直延伸到灶台上 书又回身进了屋 拿出几个水果说 你看 原来昨天晚上还新鲜的水果上 像被什么倒过了 几乎全烂了 我爸说没事 许大姐说了 就是头七回来看看你们 人死了都这样 书的怒气渐渐消了 就说我知道 他不甘心这么年轻就死了 但你摊上了 死都死了 还能活过来呀 当时 我就感觉他这话 根本不是在跟我们诉苦 而是在说给那个听的 大娘回家了 但晚上必须让女儿 或丈夫在旁边 等他睡着了再睡 还不能关灯 接下来 就轮到了大娘的女儿 我的堂姐 那天 我刚放学回家 爸和妈就说 大夫说堂姐换听 可能是睡不好教掌的 我就问姐咋了 爸说别乱打听 后来听堂哥说 堂姐听到沈大白天 在他耳边叫他名字 旁边有人就不叫 只要堂姐一个人 那声音就叫 而且其他什么也不说 就一直叫他的名字 堂姐哭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上午就被我爸和大爷给送医院去了 可能医院离家近 神很方便就能找到他 只要他旁边一枚人 就一直叫他的名字 没办法 爸给找了个精神病院的朋友 就给送那去了 这地方远了点 按我大爷的话说 命见 到了精神病院就听不到了 我就是计划 要计划